嗨大家,我们是一群很理工的大学生 有很理工吗?还好吧 我觉得我们学的东西蛮理工的啊 好吧,那可能要看我们对理工的定义是什么 好,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只很理工的大学生 然后我们现在就读于台湾大学的生物积淀工程学系 我们就是想要分享我们的一些日常 像其实就是天天在戏馆看着他们学别人啊 或者是玩一些团购的幼稚玩具啊 就很开心了 诶,说真的,我们去看排球也是我们的日常诶 我们几乎每一场都会去加油 而且我们的球队蛮强的 我们今年还打进了一击 哦,然后这个是升级杯 就是我们会邀请学长回来跟他一起打球 那他们现在在干嘛 诶,擦地板 他们在体训 用一个练玩球,全身都是汗的衣服 在拖地 那加油诶 然后这是我们一起去看戏曲的表演 结果我们看到一半就在捷运上开始大嘴排球比赛 太紧张了,在打Dukes 然后我觉得这一段大家一定要来听一下他们到底在唱什么东西 啊,然后这段超级的回忆是大家一起跨年玩仙女吧 然后我们现在许一些新年新希望,可以听一下我们到底许了什么 恩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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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最后好像有人被荡了 但老师群人会荡人之外 还会跟我们一起嗨哦 像这一段就是老师挑酒给我们喝 然后他跟我们说 可以点得起火 但是一个大失败 总之我们的大学生活 就是一大群人一起做一些 很荒谬很无理的事情 像是一起逛街啊 一起玩游戏 买一堆烤鸡 一起喝酒 对 所以我们就是平常大家都感情太好 都生活在一起 导致我们班上一个人确诊 八个人要一起快晒 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八个人一起快晒呢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会一起去选课 一起上课 所以当知道有人确诊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各自来来上课 我们就在这里大集合 通报那一区的人一起快晒 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我很喜欢我们一点 就是除了大家可以一起吃喝玩乐生活之外 大家还可以一起讨论 一起读书 还有我们真的是能者夺劳 对 因为我们第一个写完功课的人 总是会被大家谴责 并且他要教会我们所有人功课怎么写 绝对要的吧 但我们系除了就是读书之外 很重要的还有实作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是会花很多时间在做这种机器人之类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的课除了有机电整合一到四之外 还有像是机动学啊之类的都需要做机器人 从电脑制图然后一直到去配电路 然后还有写程式都是自己去讨论然后完成 不过我们从大一开始真的学到蛮多技能的 像是我们就在雷切我们的牙克力板 然后还有也会用3D列印 就是我们会去看每一个机构比较适合用怎么样的材质 我还想要讲我很喜欢我们的一个气氛 就是这些课其实我们每一组之前是竞争关系 但是我们都还是会尽其所能想要帮助对方 因为大家都是朋友 对我们在比赛的当下也会 不过啊就算我们学了那么多技能之后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做得很失败 失败到连自己都想笑 像这样 但是回头看我们还是进步不少啊 你看我们的第一台车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